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爱护生命卡通动画企业 都是不可缺少的一员 它们活泼聪明 善于登高跳跃 能做出许多高难度动作 在阳光大马戏团 有一只漂亮的猴子叫小雅 训兽师非常想将它训练成 马戏团最受欢迎的猴子明星 小雅 好 就这样 把花环献给小狗 哎呀 你在干什么 小雅 你给我站住 你这个不听话的家伙 看来这只猴子不太听话呀 哎 别提了 这个家伙非常聪明 可就是太调皮 要训练他荡秋千 他却跑去跟狗熊抢苹果吃 让他踩高桥 他却到处乱跑 爬到旗杆上朝你做鬼脸 这个家伙真是太调皮了 如果不严加管教的话可不行 我当然知道这一点 可对他我真的一点办法也没有 要让调皮捣蛋的猴子听话 体罚是不可或缺的 可对小雅 我真是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打轻了等于给他挠痒 起不了作用 打中了 又怕伤到他那身珍贵的皮毛 影响他的舞台形象 嗯 这的确是个问题 小雅那一身皮毛实在漂亮 要是打伤的话的确可惜 有没有别的办法来教训他呢 嗯 方法倒是有 就是不知道会产生多大的效果 哦 你快说说有什么方法 有一句俗话不是说杀鸡锦猴吗 就是用鸡作为替代品 来吓唬猴子 让猴子乖乖地听话 鸡就是鸡 猴就是猴 猴子才不会在乎你杀不杀鸡呢 嗯 这个道理我知道 如果把鸡换成猴子呢 嗯 你的意思是弄一只猴子来替小雅受罚 没错 具有一定智商的灵长类动物 只有在同类遭受暴力时 才会感受到精神压力 也就是说当小雅的面打另一只猴子 这样会对他产生很大的威慑力 是的 这主意不错 我这就去买一只便宜猴子交给你 几天后 一只奇丑无比的猴子 被带到了训兽师的面前 团长 这只猴子你是从哪里弄来的 真是太丑了 这猴子的确是丑 可正因如此才便宜啊 好了 这只小丑猴就交给你了 好的 这只猴子看上去就让人想揍它 有了它 我一定能把小雅 训成一名优秀的动物明星 好的 那就辛苦你了 好丑的猴子啊 怎么跑掉了 小雅 你给我回去练习骑车 快点回去骑车 听到没 小丑猴 小丑猴 你也给我站住 你也给我站住 听到了没有 我叫你听话就不听 不乖就必须要受处罚 你给我下来 赶快去骑车 哈哈 看来这个办法还蛮好用的 从那以后 小雅在训练的时候 小丑猴总是在旁边陪练着 当小雅偷懒的时候 训兽师便会拿起鞭子 狠狠地打着陪练的小丑猴来恐吓它 怎么样 听说小雅最近表现得很不错呢 是的 有了小丑猴它变得很听话 这个方法真是管用的 不准偷懒 赶快给我练习 这招真是好用啊 我看是时候让小雅练习猴子武师了 小雅她的胆子实在有点小 不知道能不能胜任这个节目 没关系 还让小丑猴来当陪练吧 嗯 好的 猴子武师这个节目 就是让猴子拿着一个球 逗熊狮做出跳跃 直立 打滚等姿势 最后让猴子骑在狮子背上 像骑马一样在舞台上转圈 这个节目唯一的难度就是 让猴子克服与生俱来 对狮子的恐惧 小雅不要怕 有我在 她不敢撒野 你放心 快过去吧 怎么样 她还是不敢过去吗 是啊 她见了狮子后连动动不敢动了 哪里还能表演啊 我把这只丑猴子带来了 让她爬狮子身上 小雅看到狮子没有危险就会放心了 嗯 你这个胆小鬼 快给我过去 快去 快去 不想挨打就赶快去 这只丑猴子胆子还挺大的呀 他是怕挨揍 好了 接下来让小雅过去试试 嗯 你看 那只狮子根本没有危险 你也过去 你是不是也想挨鞭子 啊 她竟然吓晕了 哎 这个没用的东西 该怎么才能让她骑上狮子呢 现在就算鞭打小丑猴也没用了 要不是她实在太丑了 我真想让她替代小雅表演这个节目 算了 慢慢来吧 虽然小丑猴很多节目表演的都比小雅好 但她根本没有上场的机会 当小雅在台上表演的时候 她会被迁到后台作陪 一旦小雅在演出时闹情绪 小丑猴就得挨揍 然而渐渐的 小丑猴的表演越来越好 因为她害怕挨打 只能拼命练习 而小雅却渐渐地懒惰起来 她知道那根皮鞭只会打在小丑猴身上 不会打在自己身上 怎么回事 小雅这个家伙又跑哪里去了 小雅你给我下来 还真是不听话呀 狠狠地打那丑猴子一顿 给她点颜色看看 团长 小丑猴练得那么卖力 完全没理由打她 打她还需要什么理由啊 她买回来原本就是要挨打的 给我 都给我好好练习 这方法真是百事百灵啊 唉 吃吧 我知道你今天平白无辜挨打受到委屈了 可是没有办法 谁叫你长得丑上不了舞台 只能当陪练挨板子啊 慢慢吃 吃完了我再给你一根 小丑猴的表演越来越优秀 不管多难的动作 她都能顺利完成 看着她如此用功 训兽师再也不忍心打她 大家动作快点 观众马上就要进场了 团长放心吧 马上就好了 小雅今天表演的骑车过独木桥 可是压轴戏 千万别出差错 放心吧 这几天她练的挺好的 这是她第一次表演这个节目 如果不行的话 先打那丑猴子一顿 让她到时候表演认真点 团长 没这个必要 而且无缘无故的打她也是没道理啊 随便你 只要别出差错就行 马戏团的演出开始了 很快便轮到了小雅上台 表演骑车过独木桥了 然而 虽然这个练习平时就训练多次 但这次却出现了意外 哎呀 这是什么烂表演呢 是在表演猴车坠桥吗 不会啦 这只猴子也是很努力在表演的 你看他摔得也挺可怜的 好像是真的摔痛了 小雅 赶快起来 重新再来一遍 还演不演呢 不演就退票 你们的猴戏不是很有名吗 这种猴戏有什么可看的 真是烂透了 赶快让小雅继续表演呐 不行啊 小雅她没办法继续演了 那要怎么办呢 我们总不能空场吧 我有办法了 哎呀 你们看 这只猴子好丑 是啊 我头一次看到这么丑的猴子 就是嘛 长得这么丑还带什么台啊 可是小丑猴的表演 很快便赢得了满堂彩 骑车过桥 空中飞舞 最后她以舞诗节目彻底征服了观众 哇哦 哇哦 好棒啊 哈哈 小丑猴真是我们的救命之星啊 人类 人类总是按照自己的喜好来区分美丑 可这只小丑猴却给人类上了一课 众生平等 怎能因为外貌而分三六九等呢 团结的狐狸一家 在大草原上住着一对狐狸夫妇 在这里还生活着许许多多的野兔 这让他们有充足的食物来源 如果没有天上捕食的熊鹰 那这里可真就是狐狸的天堂了 快挡住她的退路 可不能让她跑回洞里 放心吧 她跑不了的 老狗不好 熊鹰来了快闪开 可恶的老鹰 竟然把我们到嘴的食物给抓走了 好了 她没有袭击我们就不错了 我们再去找别的猎物吧 几个月后 母狐狸怀了身孕 这让公狐狸非常高兴 她决定承担起以后的捕猎工作 你就安心的在家里休息吧 以后捕猎食物的工作就交给我好了 我没事的 让我和你一起出去呗 这段时间我在洞里都闷坏了 闷的话 你就在这周围走走吧 可千万不能出去 这几天那只熊鹰出来捕猎的次数越来越多 要是被她盯上可不是闹着玩的 那好吧 老公 你自己出去可要小心一点哦 放心好了 那只鹰抓不到我的 与此同时 熊鹰飞出了巢穴 她的妻子孵化出了两只小鹰 这样一来 一家的食物都得由她来提供 因此这段时间 熊鹰捕猎的频率越来越高 哈哈 今天的运气可真好 竟然抓到了一条鱼 我的妻子她最喜欢吃鱼了 今天可以让她美餐一顿了 一只狐狸 不错不错 这么大的一只狐狸 够我们全家美美的吃上一两天了 只要抓住它 这段时间就不用那么辛苦的出来捕食了 再往前走走 当你接近断崖那里的时候 我切断你的退路 那你就只能束手就擒了 这个家伙怎么一直在上空盘旋 他不会把我锁定成目标了吧 这只狐狸警惕心太高了 好吧 既然如此 你也逃不出我的手掌心的 可恶 他的目标真的是我 雄鹰尖叫着 从公狐狸的正面 俯冲了下来 他想用那威吓的叫声 把地面的猎物吓得掉头逃窜 而在这断崖处 如果掉头跑的话 那只有一条绝路 天呐 这只狐狸疯了吗 他竟然敢和我正面相冲撞啊 哼 今天我让你看看 和鹰正面对决的后果 来吧 来吧 你这个狡猾的家伙 你是跑不了的 哎呀 不好 我老公他遇到麻烦了 可恶的鹰 今天看看究竟谁比较厉害 好机会 哎呀 好险 狡猾的狐狸 他们竟然想将我击落下去 刚才真是好险 老公 你没事吧 刚才太危险了 我没事 不过真是好可惜啊 就差一点就能把它挤落下来 如果没有熊鹰的话 我们以后的生活可就安全多了 是啊 如果我没有身孕的话 跳的会更高 那样就可以将它撞下来了 好了 至少我们都平安无事 不过以后我们有了宝宝 可得小心那只鹰了 嗯 过不了几天 宝贝们就会出来了 几天后 母狐狸生下来了四只小狐狸 在他俩的悉心照料下 这四只小家伙一天天的长大 你们在家里跟着妈妈 我出去给你们找食物 老公 我和你一起去吧 这些日子都是你自己外出找食物 实在太辛苦了 现在孩子都大了 就让我跟你一起出去吧 那不行 你得在家里照顾他们 他们都这么大了 已经可以自己到处跑来跑去 所以不需要看护了 正因为他们自己能到处跑 所以才需要看管着 万一他们跑远了 是很危险的 孩子们 今天妈妈要和爸爸一起出去捕食 你们在家里不能乱跑 我们很快便会回来的 妈妈 我们不会乱跑的 是啊 妈妈 我们就在这里玩 不会乱跑的 好了 你不要担心孩子们了 我们赶快出去捕食吧 那好吧 你们四个听好了 外面很危险 我们没回来 你们千万不能跑出去哦 哦 把孩子们留在家里 实在让我太担心了 老公 你可知道 这些日子里你自己独自外出捕猎 我有多担心吗 万一再遭到那只鹰的袭击该怎么办 连个能帮你的都没有 好吧 那我们就赶快捕抓到猎物回家吧 好无聊啊 我们出去玩会吧 妈妈不是说过我们不能出去吗 妈妈和爸爸不是出去了吗 我们就在这周围玩一会就好了 在这里面实在是太闷了 对 我们就出去玩一会好了 可是妈妈说过 外面有老鹰他们很可怕的 没事的 我们就在这周围玩 老鹰一旦出现 我们就赶紧跑回来 哦 那好吧 我们就出去玩一会儿 哎呀 野兔 我们快抓住它 加油 看看我们谁能抓住那只兔子 就在这个时候 那只熊鹰出现在了高空 他那敏锐的视线 很快便发现了地面上那四只小狐狸 四只小狐狸 看来今天又能美菜一顿了 不好 老鹰来了 我们快躲起来 我们赶快跑进洞里去 不行 我们距离洞穴太远了 来不及了 我们赶快跑进那片草丛里躲起来 哈哈 这些小狐狸毫无经验 它们如果躲进灌木丛 那我就没办法了 可现在它们竟然跑进草丛里了 熊鹰有着超级的飞行技巧 它精准地在草丛上空一寸的地方滑行 然后双掌齐下 从里面抓起来一只小狐狸 救命啊 救命啊 孩子 我们的孩子被那只鹰给抓住了 可恶的鹰 你快把我的孩子给放下来 弟弟 我来救你了 说着它快速从草丛里跳了出来 然后张嘴朝熊鹰的腿咬去 然而熊鹰一下子提升了高度 已经跳起来的小狐狸一愣 此时它已经咬不到熊鹰了 不过它看到弟弟的尾巴后 便改变了计划 紧紧地咬住它尾巴不放 熊鹰被突然增加一倍的重量 快速拉了下去 它差一点栽到地上 不过有着丰富经验的它 很快便稳住了飞行高度 好险啊 可恶的小狐狸 既然你这么想成为我的食物 那我就带你一起走 可恶的老鹰 赶快放下我们的弟弟 四只狐狸的重量 终于让鹰撑不住掉了下来 可恶的小狐狸 今天我非吃掉你们不可啊 你这只可恶的鹰不准伤害我的孩子 熊鹰知道自己不是两只成年狐狸的对手 于是它只能不甘心地仓皇飞走 你们怎么不听我的话 从洞里跑出来了 爸爸 我知道错了 你们平时那么辛苦的为我们捕猎 所以我们也想抓一只兔子送给你们 哦 好了孩子 你们辛苦了 现在我们一家人都平安无事了 我们回家吧 狐狸一家人彼此心心相应 无时无刻都想保护对方安全 这就是幸福美满的家庭啊 银行贷号 土地银行 005 帐号 012 001 197 388 012 001 197 388 传播佛法 救护生命 神便月功德日 善行与恶行成一亿倍 求戒拜颤贺佛诞 纵等礼拜观音前 千处有求千处应 消灾严寿最吉祥 恭祝观世音菩萨圣诞 佛教慈悲至业 宜兰大悲观音道场 特举办八观灾界 即礼拜大悲禅法会 日期3月8日星期三 时间上午8点半开始 上午8点半 恭请广乎法师主法 及法务指导法师共同领众 下午13点45分 大悲禅法会 恭请会谈法师 及法务指导法师 共同领众 地点 宜兰大悲观音道场 宜兰县三星乡 三星路二段20号 电话03-989-9319 敬邀菩萨参与寻习 同颤法义 共慕佛恩 疫情期间 参与共修 请务必遵守防疫规定 慈悲之夜 花莲中心 举办起见三天 消灾操见祈福法会 礼拜三千佛明经 点灯 供水 护生 要供 即甘露诗时 恭请法务森重 共同领众 日期 3月18日星期六 至3月20日星期一 时间上午8点半开始 地点 花莲中心 花莲市建国路 160号 电话 03-831-1673 敬请与会菩萨 全程配合防疫保护措施 中文字幕志愿者 全程配合防疫保护措施 三种方法可以守护觉醒的心 守护它有如守护一匹野马 应该毫不散乱地调服它 同样的 于且是应保持不散乱 不离开见地的自信 守护它有如守护珍宝宝藏 除非你努力保护它 否则一遭盗贼窃取 同样的 于且是为了不让三魔地溢施 因保持不受昏沉与调局的损伤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为了保持不守护皇后 如此人们无法伤害皇后 因为他们已经都成为皇后的子民 同样的 于且是应保持不受念头伤害 因为他已经了悟一切现象都是心 有三种方法能令觉醒心增上 增上觉醒心 有如空屋中的窃贼 窃贼离开空屋 因为无物可偷 同样的 当粗众或维系的念头升起时 于且是应该观看它们 然后只是安住 增上觉醒心 有如空中云朵 天空中形成的云会自行消失 同样的 应该留待念头自行消退 中文字幕志愿者 让觉醒心有如用咒语解毒 知道解毒咒语的人 能够不受那个毒的伤害 同样的 拥有口诀的于且是 以见地设持一切事物时 能够体验一切皆为本觉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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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